第1624集 广场之中 临时搭建起了一座高台 高台周围是一根根漆黑的柴火 这柴火是黑魂木的枯枝 很适合作为魂火的燃料 而林亚琴此时正站在高台下 在他身旁还有数名太虚敬弟子看守着 林亚琴灵力背劲面色苍白 他之前不断尝试冲击封印 反而受了内伤 嘴角还带着一丝血迹 站在高台下我见油帘 可是神玄宗的一众弟子 此时却都只是默默地看着 甚至大多数人面上 却都没有太多的神色 很快一行人的身影 浮现在了神玄宗的大殿门口 朝着高台走来 神玄宗宗主神勇 大长老林九 二长老郭泰 三长老许孟秋 来到了广场之上 他们的面旁看去都是无比的阴沉 甚至悲痛愤恨 林亚琴是神玄宗的圣女 拥有先天杀气 潜力无比无比的强大 是神玄宗崛起的希望 他们在林亚琴的身上 也倾注了无数资源 可现在却要死了 因为雷家的一句话 要死了 还要他们亲手用酷刑处死 怎能不悲痛 不愤恨呢 可是悲痛愤恨又能怎么样呢 神国有句话 叫做 事高一品高于天 什么意思 就是只要一个势力 比另一个势力强大 哪怕仅仅只是高出一品 那差距也是天地一般 而神玄宗和雷家相比 足足差了两个品阶 神玄宗拿什么去愤恨 别说愤恨了 宗主神勇 甚至还要在雷家人面前 陪着笑脸 生怕对方迁怒到整个神玄宗 他根本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啊 神玄宗就算倾尽 全力抗争 又能如何呢 雷家一只手 就能把神玄宗捏得死死的 这么做 只是白白葬送掉了 整个宗门而已 而三长老许孟秋 是林亚琴的师尊 此时他的神色 却仿佛是众人之中最平静的 但双眸之中 却不见一丝一毫的光彩 完全一片暗淡 挨大莫过于心死 许孟秋的眼泪已经流干了 陷入了彻底的绝望之中 整个人都已经懵懵懂懂的了 林亚琴是他一手带大的 他膝下无子 林亚琴就像他的亲生女儿一般 宗主 大长老 二长老等人 之所以面上沉重 大多是处于宗门的损失 处于神玄宗颜面的损失 可许孟秋却不一样 他是处于内心的感情 若是自己能救林亚琴的话 即使要付出生命 许孟秋也会毫不犹豫的出手 可是在雷家面前 他许孟秋又算什么呢 他只不过是一名太虚巅峰的舞者 就算拼尽全力 也只是在自杀 在送命罢了 还是死得毫无意义的那种 所以他只能绝望 高台旁边设有数个座位 就像是观众席一般 座位前的桌面上 还摆着灵茶灵果 这是雷家人要求准备的 他们是打算 像欣赏什么表演一般 欣赏着林亚琴 在折磨中死去 这时 树道强大的气息 从神玄宗的东方升起 一名神玄宗弟子高鹤道 雷家诸位贵客道 下一刻 十几道身影落在了神玄宗内 为首的是一名 身着金钱纹路紧袍 带着一枚硕大的半部骨器扳纸 身形有些枯瘦 续着一缕山羊糊 颧骨突出下巴尖利 贼眉鼠眼的中年人 此人便是雷家家主 雷有为 别看他一副 其貌不扬的模样 其实力却是实打实的展恶镜 而他身边跟着的 则是雷家的其他人 以及几名仆从 让人惊悚的是 就连修为最低 实力最弱的那几人 赫然都是太虚镜存在 太虚镜存在 在神玄宗之内 已经有成为真传弟子的资格了 可在雷家呢 数量上更多 所有神玄宗弟子 都是面色微变 发自内心的感到神家的强大 不过最为显眼的是 雷家这几人 竟然抬来了一张大红花床 在红床之上 躺着一名面无血色 气息若有若无 昏迷不醒的青年男子 此人正是雷云鹏 而且雷云鹏身上 赫然穿着一件婚服 神勇等人 连忙将眼中的愤恨 阴沉等情绪 收敛殆尽 不敢显露出一分一毫 满脸堆笑的迎上前去道 雷家主您来了 面对神勇等人的招呼 雷有为竟是理都不理 直接坐到了高台旁 坐席的手座上 端起灵茶 悠哉悠哉的品了一口 神勇等人面色尴尬 却只能陪着笑脸站在一旁 过了好一会儿 雷有为才放下茶杯 扫了一眼神勇 与神玄宗的一众弟子 发出了一声不懈的冷笑道 这就是那个神玄宗了 你就是神玄宗的宗主 神勇 神勇额头上的汗水 一下子涌了出来 勉强笑道 正是在下 雷有为突然淡淡道 神宗主 今天这么隆重的场面 你怎么不让你神玄宗的弟子 出来一起见识见识啊 啊 神勇微微一愣 看向了广场上的弟子们 神玄宗的弟子不是在这儿吗 雷有为什么意思 但他还是硬着头皮答道 雷家主 广场上的就是我神玄宗的弟子 雷有为玩味的看了一眼广场上众人 尖声一笑道 哦 是吗 我怎么没看到 我只看到了一群垃圾 神勇 大长老 二长老 乃至所有神玄宗弟子 都是面色一僵 这雷家 欺人太甚 竟是丝毫颜面都不给 上来就直接了当地嘲讽 甚至都没有丝毫拐弯抹角的 众人的心中都燃起了怒火 可是能怎么办 他们只是把头低得更低 几乎要埋在自己脚下了 就连神勇 都是挤出一丝笑容附和的 雷家主 教训的是 神某受教了 不仅不敢有任何不满 反驳 被人打了脸 甚至还要将另一半脸凑上去 雷有为冷冷一笑道 算你识相 有几分眼色 否则的话 就凭你神勇 这么会教导弟子 让你们神玄宗 出了那个重伤我儿子的婊子 我雷家已经血洗你神玄宗了 神勇此时 浑身已是冷汗淋漓 只能是唯唯诺诺地点头 道歉 突然 雷有为抬起了目光 看向高台之下的林雅琴 三角眼中闪过一丝怨毒之色道 这 就是那个贱人 倒确实有几分姿色 难道我儿会被他迷惑 此时的林雅琴看上去 却是依旧无比的淡漠 即使知道自己 即将面对恐怖至极的酷刑 他的神色 也没有丝毫的波动和变化 雷有为转头瞥了一眼神勇道 灼魂烈焰 准备得怎么样了 神勇连忙道 准备好了 他走到了高台下 目光有些沉重愧疚地看着林雅琴 沉默片刻后开口道 上台 林雅琴没有丝毫犹豫迟疑 一步步登上了高台 广场之上 于少游看到这一幕 心里都要乐开花了 爽翻天了 马上 马上就要亲眼见证 这贱人痛苦哀嚎的样子 神勇手指一动 一道灰色火焰 便悬浮在其身前 那是灼魂烈焰的火种 他朝着林雅琴所站的高台一指 火种便朝着高台上的黑魂幕 缓缓飞去 眼看火种就落在黑魂幕上了 就在这时 雷有为却突然站起身道 等等 神勇连忙止住了火种恭敬地问道 梅家主还有什么吩咐吗 雷有为面线讥讽之色的看着林雅琴道 想这么让他死 不行 既然他是我儿子看上的女子 当然是要和我儿子完婚以后再死了 说着 他面线一丝玩味道 听说他还无比冰冷 从来没碰过男人 冰清欲结的 很好 正好今天就在大家面前和我儿子原房吧 让大家看看 这贱人到底有多么冰清欲结 此言一出 就连神勇都是面色一变 这有点太过分了吧 让人死 还是用最残忍的手段 生生折磨死 就算了 还要让一个女子 在死之前受到这样的大乳 狠 这雷有为实在太狠了 就连一只神色冰冷的林雅琴 那精致无比的俏脸 也一瞬间浮现了金黄之色 他不怕死 但是他怕这样尊严尽尸的死 他的骨子里是个极傲的女子 不论灼烈焰有多么可怕 会带来怎样的痛苦 他都可以忍受 但如此羞辱他 才是对他真正的折磨 比用灼魂烈焰烧死他 还要残忍 还要无法接受一万倍的折磨呀 来人 雷有为看着林雅琴的神色笑了 他一向很擅长 发现一个人的弱点 是 两名身着灰衣的太虚敬舞者 走上前来 雷有为淡淡道 现在可以请我们的林小姐 与我儿结为连礼了 嗯 林小姐似乎有些害羞啊 若是他不愿意的话 就打断四肢 教教他什么是成亲的礼仪 规矩吧 那两名太虚敬舞者 一步步走上了高台 手一翻 手中多出了一柄铁锤 现在的林雅琴 灵力被禁 岂是这两名太虚敬舞者的对手 甚至连丝毫的反抗能力都没有 两人面线凝笑 手持铁锤 即使面对的是一名女子 一名灵力被禁锢的女子 也没有丝毫留守的意思